在人们的确心目中,和尚作为出家人,四大皆空,而且戒律森严,应该不会和偷情之类的淫秽知识挂上钩,可是偏偏有些和尚不仅热衷于偷情,而且还是个中高手。 男史,后妃列转下,宰述,梁元帝取徐昭配为妃,但二人关系不大融洽,可能是因为元帝只有一只眼睛,不大好看,每次元帝临姓徐飞,徐飞必为半面装,以似,理由是一只眼睛只能看一半,总是惹得元帝大怒而出,徐飞与元帝臣即即将私通,即将感慨说,百只狗虽老油能炼。 肖立养马虽老油郡,徐娘虽老油上多情,从而为中国贡献出了徐娘伴老这一成语,就是这位徐飞与荆州后堂姚公寺致远道人私通。 汉位以来对和尚也称道人,北魏西域沙门吉家业,杂宝藏经卷二说,有一和尚被误补入狱十年,他的弟子向国王申诉,于是王级遣人,就遇见教,王人治狱,唯见有人,唯色憔悴,虚发极长,唯欲间四马除愤,还白王炎,狱中都无沙门道士,唯有狱卒,比丘弟子赴白王炎,怨诞社教,诸有比丘,西厅出狱。 王级宣令,诸有道人,西街出狱,自己堂堂异国之君,难道连个和尚都不如,原帝终于忍无可忍,逼徐飞投井自杀,然后把尸体交还给徐家,为之初期,这还不够,原帝还亲自写了一篇金娄子的文章,竖其银行。 唐代以前,和上洞不洞就偷皇后,公主,北七叔,后宫,宰树,北七五成帝高占继承地位后,逼间嫂嫂离祖俄,皇后胡适不耐公为继末,同高占的亲信,随从和氏开勾搭成奸,和氏开被杀后,也成为太后的胡适继末难耐。 以拜佛为名,经常出去寺院,终于又勾搭上了一个名叫谭县的和尚,谭县下阴部与秦朝的落矮有得一笔,故而深受胡适喜爱,两人经常在禅房私会,胡太后把国库里的金银珠宝多搬入寺院,又将高占的龙床也搬入禅房,宫中上下人人皆知,只有皇帝高伟蒙在鼓里,一次,高伟入宫向母后请安,发现母后身边站着两名新来的女泥,生得眉情目秀,当夜,命人悄悄宣 这两名女泥逼其事情,可是两名女泥抵死不从,高伟大怒,命宫人强行脱下两人的衣服,才发现玄机,原来是两名男扮女装的少年僧侣,这两人都是谭县手下的小和尚,生得十分漂亮,被胡太后看中,让他们瞧扮女泥带回宫中,高伟又惊又怒,第二天就下令将谭县和两名小和尚斩首,武则天一生男宠无数,第一个却是一个和尚薛怀裔,薛怀裔原名冯小宝,本是同官县, 金陕西同川,街头卖高药的小贩,后来因为在街头帮人打架误伤人命,为躲避官府的缉纳,潜逃到洛阳,在白马寺出家当了和尚,唐太宗死后,武则天作为太宗的嫔妃,都被送到感业寺出家为尼,白马寺和感业寺只有一强之隔,一来二去二人就认识了,自然也少不了要做些苟且之事,武则天当上皇帝后,立刻让冯小宝当上了洛阳明杀白马寺的主持, 高宗死后,武则天就让冯小宝随便出入后宫,又把他的名字改为怀裔,赐给他虚信,唐代几位公主也和和尚偷情,一位是高阳公主,一位是太平公主,高阳公主是李世民的第十七女,十五岁的时候,李世民就精心挑选了宰相房玄陵的次子高大雄壮的房一爱做他的驸马, 可是却一点也不合高阳公主的胃口,公主喜欢的是温文儒雅的书生,洞房花竹也之后,房一爱可能就再没有和公主亲近过了,喜欢打猎的高阳公主一次出猎的途中,遇见了文雅俊秀的慧昌寺和尚便机,据说这位便机可了不得,自小就好学发愤,品行高洁,十五岁正式出家为僧,侍从道月法师,贞观十九年真正,玄奘大师,求经归来,奉旨在洪福寺主持翻译取来的经文,便机以渊博的佛学, 飞扬的文采,出众的仪容,被玄奘法师选中,参与撰写青史巨著《大唐西玉记》,这年,便机只有二十六岁,为了安慰房一爱,高阳公主特别送给她两名年轻漂亮的侍女,无可奈何的房一爱,对于公主偷和尚的事,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数年后,始发,便机被腰斩,高阳公主身边的侍女均被处死,实际上,便机并不是高阳唯义四通的和尚,据《新唐书》记载,和尚秩序能粘卜, 不捕获福,惠弘能试鬼,倒是李晃,医术高明,全都私下,和高阳公主有一腿,后来,李治登基,三位僧道,怂恿高阳公主推翻李治造反,结果被赐死,年仅二十七岁,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就唐书,宰书,有胡僧会范,家父于财宝,善事权贵,公主与之私,奏为圣善四主,家三品,封公,直货流于江剑,和尚偷情,有时难免发生撞车的事件, 宋拜类超,眷寺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的一位名叫张熙的和尚去逛妓院,遇到微服出游的李后主,二人虽然谈笑投机,但毕竟还是要讲个先来后道,所以和尚先拥挤入评委,李后主不无遗憾地写道,浅真低畅,微红以律,大事鸳鸯四至,传斥风流教法。 然后,玉须不而出,僧继竟不知,玉长蜜玉眩云,和尚住的是鸳鸯寺,修的是风流法,张熙居然和皇帝撞了车,好在李后主讲究嫖德,不仅不和张熙争风吃醋,反而失信大发,最后悄然离开。 和尚犯淫戒,一旦事发,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据名于永林北窗所语,记载,宋陵景四僧了然,不遵戒行,常诉昌家李秀奴,后一波依,空,为秀奴所决,僧迷恋不已,成罪直入,姬秀奴必知,宋带领隐私有一位和尚名叫了然,常去嫖妓女李秀奴,往来日久。 积蓄花光,一波荡剑,李秀奴不念旧情了,就拒绝他,了然恼羞成怒,便薄以老全,柔弱的李秀奴哪里经受得住,结果一命呜呼,当时,正在杭州做官的苏东坡审理这个案子,他发现了然身上似有这样两句情诗,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叫金氏苦相思,苏东坡大怒,这个秃奴,修行推煞,临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御楼人,纯一百结魂无奈,独守伤人,花容粉色, 碎,空空瑟瑟金何在,碧肩赐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苏东坡,当即斩了这个花和尚。 清,清代名人义士,陈红某不四僧,和陈康琪,郎贤纪文出笔,卷寺皆记载了乾隆二十四年。 曾发生一起银僧案,苏州志平寺有二十二房,囊驮饶狱,造密誓葬妇女,自以淫纵,乾隆二十四年,巡抚陈文公公鸿,连得其时,密言不知, 搜获妇女四人,并一事连聚无算,公派员宴居二十二房内犯监者一十四房,银僧一十六名,并供出被监妇女二十五人,奏文,谢银僧借经治罪,刑部请杖毙,奉旨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最惨的当药鼠,《水浒传》中的好汉杨雄的老婆潘巧云和和尚裴如海了,潘巧云与青梅竹马的和尚裴如海偷情,后来杨雄的结拜兄弟爱管贤士的石秀杀了和尚裴如海。 巧云先被杨雄割去舌头,又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脏五肝,挂在松树上。 圆明以后,有许多专门记录和尚偷情的史料,如名詹詹外史,情史类略,更有本题南陵峰魔界园唐伯虎选集的僧尼灭海,和尚或出入宫廷,或主持寺院,专室勾引,独私隐乐,无论当朝公主,官宦妻妾,还是良家妇女,平民闺秀,都逃不出他们的手心。 在杂剧和各类世景小说中,尼古思春,和尚偷情更是随处可见,被文人演绎得最多的恐怕属岳明和尚和柳翠的偷情。 宋章邦基的《诗儿小名录时矣》,众有记载,五代时有一僧,浩志聪禅师,祝隆峰修行十年,自以为戒性俱足,无听又耶也,夫和,一日下山,于道棒见一美人,浩红莲,一瞬而动,遂与和欢,致名,僧起沐浴,与夫人俱化,有宋约,有道高僧浩志聪,十年不下祝隆峰,腰间所积蒲提水,卸向红莲一夜中。 原王石甫剧此作《杜柳翠》杂剧,李寿青剧此作,岳明三度林奇柳杂剧,王石甫之剧以异,李寿青之作《收入》原曲选中,存本作《岳明和尚杜柳翠》。 他主要写南海观音大事竞评中柳之上偶然微臣,法网人士,脱身为杭州妓女柳翠,反本还原,岳明在路上劝柳翠出家未成,便在他梦中出现,并设恶镜使其醒悟,岳明在险笑自说法,柳翠问禅后彻午,在东乡作画,复归南海。 《明天汝城》在《西湖游览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行中民间传说,普济向乐同普吉桥,又东为柳翠景,再送为报营之地,相传绍兴间柳宣娇者,尹临安,屡任之日,水月寺和尚玉通不复亭参,宣娇汉之,寄浅妓女红莲,鬼以迷道。 依私投诉,幼之淫购,玉通修行五十二年矣,戒律民众,出甚拒之,乃之夜分,不胜待荡,遂与通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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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